小妹妹,我们这边不可以停车哦 你老板在哪?我不喜欢跟小弟讲话 你们几个大男生欺负一个女生 把这个小女生赶出去 街上发生了运超车被抢的大案 新人警察吴英雄开着自己的车一路狂奔 接着施展轻功,从桥上一跃而下摔到运超车上 一个人挂在车上丝毫不慌 甚至还能找到机会和歹徒搏斗 起料开车的歹徒一个急刹车 把吴英雄甩了出去 英雄哥连开几枪 运超车当场侧翻飞了出去 油桶被打爆,车身瞬间起火 吴英雄不得不把歹徒拽出来 一声巨响,钞票漫天飞舞 这位新人警察以不算圆满的姿态完成了一次任务 本该受到嘉奖的吴英雄 被上司一顿冷嘲热讽 为了抓两个犯人,连撞20多辆车 几百万现金随风飘散 上司认为,吴英雄有暴力倾向和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 建议他去做做心理评估 在评估结果出来之前 暂时停止所有工作 说实话,这种所谓的心理评估完全不靠谱 吴英雄对眼前的胖子极度不信任 但又不得不依赖于胖子的评估结果 别别扭扭做完评估 正要回家时,停车场内发生一件大案 一辆黑色车子的后备箱里发现一具尸体 吴英雄虽然被停职 但还是挺身而出 而且还在死者腹中发现一部手机 这么离奇的案子 吴英雄不得不求助好友小绿 根据小绿分析 死者是因为太阳穴遭到枪击死亡 而且在颈部还有钢笔刺出的伤口 根据肌肉组织来看 手机出现在腹中 大概率是生前强吞下去的 随意拨隆几下 吴英雄在手机里 找到一个还没有写完的短信 看起来像是要进行什么交易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吴英雄 把这个重大发现报告给上司的时候 上司只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没有任何的食欲 第二个为什么 阿凡总会如影随形跟着你 吴英雄不理会上司的嘲讽 坚持说完自己的看法 想根据死者仅不得墨水 来判断凶手的身份 可上司再度警告吴英雄 建议他老老实实停职 不要再做任何和案子有关的工作 否则后果自负 只是谁都没想到 一个被停职 被上司针对的新人警察 即将迎来一次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当地有一个黑帮 名为三联会 分设有诸多堂口 作为帮派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 徐达夫地位不高不低 也算是有两个贴心小弟 这一天刚收上来100万美金 准备交给老大 就看到帮里一个不开眼的家伙 正在被吊打 这家伙是偷了公款去赌 意外被老大发现 徐达夫和此人关系还行 就想找机会救下 可是钱已经被拿去还赌债 想拿也拿不出来 徐达夫只能用自己的小聪明 试图救下兄弟 看似是对兄弟出狠手 实则是在大哥面前 为兄弟表功绩 说当年打拼多么勇猛 试图混过这次的错误 恰好老大接了个电话 说是要出去一段时间 临走前 让徐达夫帮忙看管 徐达夫本想再说几句好话 让老大放了兄弟 谁料兄弟竟然跑了出去 结果碰到心狠手辣的变态杀手 当场就被嘎了 被盘方会一定要死 看过兄弟惨死这一幕的徐达夫 决定给自己谋条后路 那100万美金没存到银行 反而找到高前辈 想通过走私大赚一笔 被高前辈好言劝阻后 徐达夫不得不打出感情牌 杀人放火的事 我根本就干不了 就吹出宝费 我也就是站在后面 吓我吓我人 徐达夫知道 自己不是混黑帮的料 就想趁着 自己还能做一些事的时候 多挣些钱 如果这次走私生意顺利的话 来回三天就够了 堂主要五天才回来 他要趁着这段时间 给自己攒够养老钱 搞完这一票 就退出黑帮远离江湖 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高前辈最终还是被说动 答应了徐达夫 给徐达夫介绍了一个好生意 说是泰国有一批钻石 让徐达夫用了100万本金 把钻石买回来 只要出手就能赚钱 徐达夫开着小摩托艇 带着小弟靠近大船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箱子打开 果然是不灵不灵的钻石 徐达夫仿佛看到了 美好生活在向自己招手 一个叫假霸的中间商 答应帮忙出手 买家出价是200万 去掉佣金抽成 徐达夫还能剩90万 这么容易赚钱的买卖上哪找 对我就说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 人是越有钱就越有钱 这次成了给你们分活啊 到了晚上 还在操心墨水来源的 吴英雄发现 死者的手机出现一条短信 说是交易会在今晚9点 到仓库进行 万万没想到 来交易的人 竟然是提着一箱钻石的徐达夫 50个钻石 纯净度 色泽度 一点毛病没有 唯一有毛病的 就是徐达夫自己 还好对方只是和徐达夫 这个菜鸟开玩笑 不过200万美金刚到手 这场交易就遭到了追杀 直升机上一发火炮打下来 谁也扛不住 徐达夫命大没被打死 可买家老板已经挂掉 文讯赶来的吴英雄 刚露面就被一炮炸晕 这群装备精良的人 看起来像是军方特种部队 目标这是徐达夫 那个装钻石的箱子 找到箱子 他们一刻也不多待 马上撤退 吴英雄想追都追不到 只能在废墟中四处扒拉着 看看能不能找到 还活着的人 本想赚一笔的徐达夫 命大没死 就是箱子没了 听到吴英雄是警察 徐达夫不敢承认自己的黑帮身份 只说自己是这里的保安 正巡逻时遭遇意外 可吴英雄一眼就看出 徐达夫绝对是走私 现在不说实话没关系 到局里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 可吴英雄没想到 给指挥中心请求支援的消息 被特种部队拦截 对方再度返回 想要杀人灭口 直升机的火炮 居高临下打两个活人 不比打苍蝇难多少 幸亏吴英雄机智 打断缆绳 用铁钩弹飞了直升机 开车带着徐达夫 就冲进工厂里 想和直升机 打个高度差躲过一劫 这要是在城市里 直升机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可这是在海边的码头上 地形空旷 俩人在前面跑 直升机就在后面追 再加上这车子还不防弹 要不是命大早就完了 少校 警察来了 我们不能跟警察碰面的 少校扛着火箭炮就来了一发 这车子也是真扛糟 被炸飞后竟然没有爆炸 还从一片废墟中又冲了出来 命大的俩人暂时没事 但是情报局已经收到高层交代的任务 说是要拿回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不能留下人证 于是一封通缉通报被全面下发 说是徐达夫 在交易的时候黑吃黑 不但抢走交易物品 还把买家干掉 甚至他还有吸毒的前科 现在警方怀疑 徐达夫带有攻击性的武器 将其列为高度嫌疑人物 胡说八道 我从来不吸毒的 这高1米65 这应该不是我 我1米72.5 徐达夫被逼得没办法 只得对吴英雄说出实话 自己确实是帮会成员 也确实是从泰国人那里买钻石 想拿到黑市上卖 可结果都看到了 还没拿到钱就才获两失 根本没什么攻击性武器 吴英雄坚持要把徐达夫带回局里 可徐达夫知道 自己要是真跟着去就完了 眼下他也不知道相信谁 所以他把自己的手机交给吴英雄 还愿意说出一切线索配合调查 为了搞清楚这个买家的身份 吴英雄把自己和徐达夫靠在一起 准备去买家的房间里看看情况 结果刚到门口 就有个老外动手打人 因为左手和徐达夫绑在一起 吴英雄发挥不出实力 两个人被老外狠狠收拾了一顿 徐达夫在黑社会 本来就是随便打打工 从来就没想过拼命 面对这么狠的养鬼子 更不想搏命 养鬼子打趴下两个 正准备刷卡的时候 一个神似安吉拉大宝贝的少女 用设备洪随大门 提着箱子就要跑路 面对前有吴英雄 后有情报局的场面 大宝贝从楼上一跃而下 吴英雄现在搞不清楚 情报局是好是坏 索性一枪打断手铐 带着徐达夫抓着棍子跳了下去 可是追到地面时 大宝贝已经不见了踪影 怎么一下出来这么多人 过来搞我呢 最起码有四拨 你箱子没到底装什么 不可能只有钻子 见吴英雄又要拉自己回警局 徐达夫决定 说出最后一个线索保命 在买方和他这个卖方之间 还有一个中间人 所以他怀疑 现在就是中间人假霸 从中捣鬼 他可以领吴英雄去见这个假霸 但在那之前 吴英雄必须允许 自己去见一个女人 徐达夫也带着吴英雄 来到一家豪华会所 禁止找到杜小晴 扭扭捏捏 也不好意思说话 送上一只烫伤膏就要走 想来想去觉得不妥 还是要好好告个别 说不定以后 你不一定见不见得到了 什么意思 徐达夫只得如实相告 说自己拿了帮会的钱买钻石 赚钱后 带着杜小晴远走高飞 找个海边盖一间小房子 安安静静的生活 结果事情搞砸 钱货两空 钱没到手 把自己也搭了进去 这时候情报局 欧组长打来电话 试图用言语打动吴英雄 从吴英雄的资料看 他是警校的模范生 一直表现不错 但他在被限制外情的时候 还敢出来拼命 而且甚至对情报局的人 开枪拒捕 这件事要是捅出去 谁也保不住他 所以情报局 欧组长提出交换条件 只要把徐达夫 和那个箱子交出去 担保吴英雄 不会被起诉 更不会被开除 吴英雄还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可情报局的人 已经决定先下手为强 想把徐达夫和吴英雄一块干掉 这时好友小绿打来电话 已经查到了墨水的来源 那种墨水只给两个地方供货 一个是古典文学社 另一个就是情报局 刚说完 情报局的人就冲进了会所 吴英雄带着徐达夫 紧急从小路逃走 他现在弄不清楚 情报局到底想干什么 徐达夫被卷到这么大的案子里 绝对不能轻易交出去 而且他怀疑 情报局欧组长 一开始就知道交易内情 甚至怀疑 那些死者和欧组长有关 派出那么多精英 就是想杀人灭口 对如此名顽不灵的吴英雄 欧组长只能一声令下 开枪消灭 可惜吴英雄甩了个花招 通话用的是蓝牙耳机 手机早就留在原地 防的就是这一手 没抓到人的情报局欺软怕硬 把杜晓晴押出来 想逼问出徐达夫的下落 花言巧语 对这种心狠手辣的人没有用 只要他们愿意 有一万种方法让人开口 就在他们要用刑之前 一个看起来拽拽的眼影少女走进来 见面就动手 情报局的人在他面前像土鸡挖狗 就算是欧组长本人亲自出马 也扛不过十招就被抢了枪 临走前 眼影少女甚至扫光一个弹夹示威 现在的吴英雄和徐达夫是孤军奋战 就连想买特制的防追踪手机 都要靠徐达夫的关系 刚拿到手机 就给小绿打去电话询问局里的情况 徐达夫看出现在的吴英雄离不开自己 也像模像样的摆起了架子 既然现在是利益共同体 大家都是平等的 别总是搞猫抓老鼠那一套欺负人 甚至还劝吴英雄加入黑帮 省得浪费这么好的身手 可吴英雄完全不讲道理 不给徐达夫解开手铐就开车 徐达夫被逼得没办法 只能带着吴英雄去找中间人 不料到了假爸家 对方开口就是一句友善问候 怎么还没死啊 现在外面黑道白道都在找你 搞什么飞机 徐达夫对假爸也很不满 之前说好抽一成的佣金就担保没事 结果现在搞到全世界都在追杀自己 必须要给个说法 为了配合徐达夫 吴英雄干脆掏枪 看看是脑袋硬还是子弹硬 只是不等吴英雄开枪 脑袋后面就多了一只左轮 正是安吉拉大宝贝 这些事情说来复杂 但核心就是那个箱子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要抢 真不是因为钻石 箱子的表层确实装有50个钻石 但里面装的是反物质炸弹 那是一个可以同时装载正反物质的磁垫装置 里面的正反物质发生碰撞时 会瞬间产生比核能还高出百倍的巨大能量 当初一位博士研究出这个成果后 一个叫潘达瓦的外国组织动了心思 联合军火公司抢走了成果 还据此研究出一种超级炸弹 安吉拉大宝贝正是为了追回反物质炸弹而来 如果真的被引爆的话 一个小小的炸弹就足以摧毁整个城市 本来这种隐秘的事情只有高层知道 最低也是情报局欧组长这种级别才行 可是李组长趁着组员不在 偷偷翻看了办公桌上的资料 意外发现国安部文件中 写有反物质炸弹的消息 在欧组长看来 这种事情小角色们不必知道 奉命查案就行 现在如果不先通知各单位 让海港城做好准备 到时候连疏散的机会都没有 欧组长坚持要对这件事保密 如果还没有掌握炸弹位置和引爆时间就宣扬 万一引发群体性恐慌 不用炸弹爆炸 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 欧组长担心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在李组员看来 欧组长所做的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保住情报局的面子 情况紧急 来不及考虑那么多 贾霸带着徐达夫三人 进入自己的秘密基地 他在单独设置的电脑里 存有每次交易的资料 按理说防守非常严密 没人能查到这些 可当他输入密码进入后 竟然发现在交易之前 电脑就被入侵了 还在查资料时 两个老外杀手已经偷偷溜了进来 双方瞬间发生枪战 面对两把步枪的疯狂进攻 小手枪完全顶不住 假霸更是重弹无法行走 两个老外找不到人 索性在屋子里装了炸弹 只要把一切都炸毁 不用找到人也行 吴英雄本来是想拆掉炸弹的 可这东西有防拆装置 一拆就爆 而且门上也装有炸弹 无法触碰 只能敲开通风口爬出去 假霸已经无法动弹 只能选择放弃 临死前 把拷贝出的U盘资料交给吴英雄 轰得一声沉烟四起 几人无路可去 只能到安吉拉大宝贝家暂时躲避 这些都是我在MIT研究所同学的毕业作品 MIT跟这个FBI是 直到此时 安吉拉大宝贝才说出她的身份 她就是博士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当初博士研究这些东西 是想找到新能源造福人类 但是恐怖分子 却想把这些东西变成武器用来杀人 工具没有好坏 人却有 与此同时 眼影少女和杜晓晴也遭到黑帮的追杀 徐达夫偷钱去搞走私 还想和杜晓晴远走高飞 这让老大很没面子 已经派出人来追杀 前有狼后有虎 两人跑又能跑多远 关键时刻 还是得打电话摇人 谁能想到 一个普普通通的眼影少女 竟然是黑道千金 她父亲是三联会的会长 有这层身份 在座诸位 谁敢造此 不久 徐达夫那边也传来好消息 U盘的密码已经被破解开 根据资料显示 炸弹就藏在时代广场 而今天在时代广场 正好有万人音乐会 万一出事 绝对是重大事故中的重大事故 吴英雄根本不敢想象后果有多严重 他的计划是 在音乐节表演开始前 和徐达夫一起进入地下停车场 抢到箱子后 从后门出来 交给安吉拉大宝贝带走 为了维持现场局面 不得不给上司打电话寻求帮助 不管上司怎么说 吴英雄已经将自己知道的所有消息告诉上司 希望能尽快带着紧急的人过来支援 现在不能死等 两人一枪已经摸进地下停车场 果然看到一辆车开过来 看到特种部队带着箱子下来 吴英雄立刻动手 打晕目标 就把箱子扔给徐达夫 自己捡起枪边打边撤 这时情报局的人也加入战斗 场面已经无法控制 吴英雄 少校的特种部队 还有情报局的人 三方混战 谁也别想毫发无损地脱身 少校为了完成任务 让手下全部上车先撤退 自己留下来电后掩护 我还没想到 特种部队的车还没开出大门就炸了 正是那几个老外干的 而少校本人也在撤退途中 伸中数十枪 带着满心不甘倒在地上 我们是爱哭的 徐达夫从地下停车场出来后 压根就没准备等无英雄 带着箱子就想和老情人私奔 小弟已经安排好了船 徐达夫默默打开箱子 翻开上面的一层钻石 果然看到下面一层是反物质炸弹 突然一辆大卡车开过来 是那个变态杀手 看样子是要把几人碾成肉饼 还好小车皆是顶住压力 争取到从车里爬出来的时间 两个小弟为了掩护徐达夫撤退 留下来和变态杀手决一死战 之所以叫他变态杀手 完全因为他就是个精神病 杀人手法极其残忍 两个平常只会炸炸乎乎的小弟 身中数刀惨死当场 心有不甘的徐达夫 回来提着钢棍一顿猛轮 变态杀手竟被按在集装箱上 脑袋都打出血 徐达夫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直到变态杀手彻底剖该才算完 可是两个小弟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 就算送医院也根本来不及急救 发生如此严重的枪击事件 各大媒体都在电视新闻上 铺天盖地地报道这件事 原来一切都是大人物的计划 国安部的部长为了让预算过审 特意安排军方演了这么一出戏 在这场混乱中 丧命的人全是棋子 也包括新警察吴英雄和黑帮成员徐达夫 两人被捕后 在警局关了大半夜 不等天亮 就被情报局压着送到监狱 只是刚到半路 就遇到一群老外偷袭 要不是情报局的欧组长及时救援 两人就得玩玩 欧组长本来也是其中一环 可当他发现事态超出控制时 决定跳出这个圈子 现在好像只要和反物质炸弹 这件事有关联的人 全都会被灭口 而且欧组长还发现 情报局有内奸 这件事到底有几方参与进来 欧组长也搞不清楚 安吉拉大宝贝已经被欧组长带到安全的地方 他想先搜集证据 再集合证人 有朝一日 总把这件事的面纱彻底揭开 这次钢笔是我去世的妻子送给 从来不用 已经三年都没有放墨水 看来用那种特殊墨水的人不是欧组长 而吴英雄的手机上也收到一条短信 说是运送反物质炸弹的班机 会在早上飞往纽约 本想买两张经济舱的票凑合凑合忍一路 可经济舱满了 只剩商务座 一个人要15万4千多块 这么多钱 吴英雄当然拿不出来 这么贵买到的机票 好歹得享受享受 徐达夫左手红酒 右手香槟 准备在前往纽约的路上 好好做一场 可是飞机上除了炸弹外 还有几个恐怖分子老外 趁空姐不注意 从储物间翻出提前准备好的手枪 冲进驾驶舱 劫持了整架飞机 原来情报局的内奸 就是那个李组员 机长受到威胁 被迫关掉飞行器 让飞机失去联系 做完这一切 李组员一枪爆头 让人震惊的 不只是恐怖分子截击 意外的是 假霸竟然没死 而且还是这伙恐怖分子的头目 愤怒的吴英雄 用玻璃碎片划开扎带 扑过去和老外扭打在一起 不过二五仔李组员 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既然炸药已经顺利运上飞机 假霸反手就给了李组员一枪 狡兔死走狗喷 这种二五仔没有留着的必要 甚至连这次截击的锅 都要扣在他头上 客舱内 吴英雄终于用脚锁剂勒死了老外 但假霸已经开始组装炸弹 现在飞机的高度不断降低 飞行员又全部被打死 徐达夫病急乱投医 从乘客中找出一位 自称会开飞机的老大爷 带着就进入驾驶舱帮忙 老大爷挺专业的 一眼就看出 飞机被设定了自动驾驶 而且坐标还被定在马六甲海峡 你就赶快坐这把飞机开回去吧 我是工程师 我不会开飞机的 大爷当年是电讯驾驶员 也学过开飞机 虽然没拿证 但只要坐到电讯驾驶员的位置 就能知道怎么操作 你坐下 那我坐下开啊 吴英雄已经悄悄流进货舱 本想用拳脚制服老外 可是老外身上的炸弹突然爆炸 被炸开一个大口子的飞机突然失速 一头栽了下去 老外被吸出去 死死无生 徐达夫只能强行把老大爷按上驾驶位 眼看飞机往下栽 老大爷凭借理论之势猛推油门 还真把飞机拉了上来 此时的飞机上 还剩下假霸最后一个敌人 但其实这个假霸是个冒牌货 他本就是恐怖分子 那天他去干掉中间人假霸的时候 意外碰到安吉拉大宝贝和吴英雄 所以干脆欺骗几人 还故意射下苦肉计 通过吴英雄把反物质炸弹爆炸的地点传给警方 只是他没想到 吴英雄竟然命大没死 甚至还干掉了他的小弟们 老话讲全怕哨壮 棍怕老狼 可吴英雄这个哨壮 竟然打不过一个人过中年的冒牌贾吧 老大爷呼救的时候 吴英雄还正在挨打 其实这些恐怖分子劫持飞机不是为了赎金 而是想让带有炸弹的飞机一直飞 直到潘达瓦的军事演习现场上空 只要在那里爆炸 就会引起潘达瓦的宣战 冒牌贾吧是个军火商 到时候他就可以通过贩卖大批军火获得巨额资金 只要有打不完的仗 他就有赚不完的钱 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了吴英雄 贾吧本想把他扔下飞机解决掉 不料脚下一滑 自己踩空摔了出去 吴英雄拼死拉住他 想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 可这个死硬分子宁愿死也不愿意被审判 主动选择摔了下去受死 所有恐怖分子都被干掉 可飞机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老大爷已经完成抛油 下一步就是平稳降落 现在的问题是 液压装置刚才被炸坏了 飞机的起落架放不下来 飞机降落的时候 如果他降不下来 那个飞机99%是要坠毁的 现在只能靠手动放下起落架 只要打开工作舱的门 然后把压力钮打开 再按下扳手就可以 可实际操作往往和理论有差别 舱门打开 吴英雄冒死跳下去 艰难的搬动小扳手放下起落架 这时候老大爷才发现自己疏忽了 要是在故障状态下 手动放下起落架 还得先解锁鼻轮轴上的液压压力装置 不然的话飞机一落地 起落架就会断掉 眼看飞机高度越来越低 吴英雄只能冒死系上安全绳 在时速300公里的情况下 尝试着跳出去 他本就恐高 就连坐飞机都会害怕 但现在也只能眼睛一闭 心一横就扑了出去 抱着钢管慢慢滑下去 眼看都要成功了 可之前恐怖分子放的炸弹突然爆炸 整架飞机的方向都出现偏移 直直朝市区撞去 眼看就要撞向大楼 要不是老大爷力挽狂澜 结局就不好说了 终于 吴英雄搬动搬手完成了所有步骤 老大爷也在飞机冲出跑道的最后一刻 终于让飞机停了下来 这是他第一次当驾驶员 也是这辈子最成功的一次 经过这次的生死危机 吴英雄也明白 徐达夫不是多坏的人 他决定违反一次原则 放徐达夫离开 山高水长 江湖再见 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里的双男主设定 一装一携 有伯格的加入 完全盖过了赵又廷的风头 那种已经看腻的 个人英雄主义的城市化情节 在伯格的小表情和搞笑台词面前 通通通沦为陪陈